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5日消息称 芬兰正式决定申请加入北约 另据美联社补充 芬兰政府15日宣布 该国打算申请加入北约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和芬兰总理马林 在赫尔辛基芬兰总统府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 宣布了这一消息 美联社还说 预计芬兰议会将在未来几天内批准该决定 然后这一正式申请将被提交给 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 并且很可能在下周的某个时候提交 当地时间5月15日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和芬兰总理马林 就芬兰安全政策决定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 他们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芬兰总统和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部长及委员会 批准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 芬兰议会将于16日开会 审议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 芬兰外长哈维斯托此前表示 加入北约的执事申请 将会在18日向布鲁塞尔北约总部 正式提交